天热训练猛操害死男童两教练遭起诉 学校大家同龄都感到非常的遗憾跟不舍 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就读高市成功国小六年级苏系男童 去年八月到学校参加暑期排球训练 竟就一去不回 当时气温高达30.9度 张欣顾姓两位女教练 带着男童及其他排球队员在校园内跑步 苏系男童在跳格子训练后感到不舒服 但两位教练还是要求他继续 到活动中心进行并步训练 即跑活动中心 跑了一圈后他告诉教练头晕久昏倒 紧急送易骑救两天后 还是因多重器官衰竭休克 弥漫吸引血管内凝血等等的原因死亡 男童家属对两位教练提告 两女辩真都有请他休息 但男童错了一下又继续训练 检方认为两名教练都看见男童身体不适 却未调整训练强度导致男童死亡 将两人起诉业务过失致死罪 校方也表示 两位教练目前已经不再比较 担任继续担任排球教练的职务 我们最大的心愿还是能够协调方方 能够比较和平理性的 让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好圆满的路 董新闻总和报导